一连开设五天的花莲市收容中心 因应4月8号学校要开学了 因此要转移到市区 包括了天顶宫、地母庙 还有港天宫等三处相克大楼 原本在中华国小过夜的80多位灾民 在7号上午陆续撤离 而登记前往新地点的灾民 有13户20人 他们在国君的协助之下 接驳前往各处 位在中华国小的收容中心 7号上午开始收拾撤离 住在这里好几天 灾民很感谢各单位的用心帮忙 他跟你现在离开这里了 对 那所以你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有要安排去 有要再安排去庙里或是别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 他们有说叫我们灾民 在这边已经4天了 还好吗 社福对我们帮忙很大 这次天灾这样子 社福对我们帮忙很大 真的好 谢谢辛苦了 有市工所跟里长 这么安排的 三个庙 三个庙 分别居住 我们不能决定由他们来调度 他们也还蛮用心的 给你们配合 或者分在哪个庙 或者 后面有没有合居的 这样他会 他会有一个调配 他们还蛮关心的 还蛮用心在做 市工们收拾帐篷 市工所同仁在场打包物资 还有各单位在现场提供灾民必要的咨询和协助 市长魏家宴全程在场关心 在4月3号发生了我们7.2的大地震之后 那花园市工所非常迅速的在中华狗小开设了我们安置站 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那我们在这段期间 感谢了我们所有很多的一个单位 来协助我们 然后协助我们的灾民 那在这边 在今天我们要即将要将我们所有的 收容的灾户 我们要转接到我们的一些庙宇去做一个安置 那在这边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 不管是捐助的 食物的 或是物资的 或是很多的NGO 那甚至国军慈祭 还有我们很多的报告建策总会 那世界展望会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单位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那也要谢谢我们县长对安置所的这一个关心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起关心我们这次正在的一个安置所 市工所强调收容工作不会停止 如果家中被贴有红单的受灾户 都可以向社劳客登记申请暂时安置 今天是礼拜天 那明天星期一学校即将开学 那我们中华国小这边的收容中心 我们做一个转移的动作 那在这边跟大家说明 其实花蓮市工所的收容工作我们并没有停止 那我们目前是合了花蓮的天鼎工 港天工及地母庙 三间庙宇的香客大楼来做收容的动作 因为这次就是感谢各界的爱心 我们目前的实用的和民生的物资都相当的充足 我们也会持续的协助给这些受灾的市民朋友们 那这边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天鼎工它的收容环境 比这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人性化比较好的 它每间都是独立的套房也 独立的卫浴跟空调还有闯户 也感谢就是这些庙方的主委们的大力协助 目前花蓮市登记前往新地点的灾民有13户20人 在国军的协助之下 接驳前往各处暂时安置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